每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呢 就是关于原意的问题 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请问一下我们的柚子树 满满柚子 不过每一颗柚子都是裂开 还没有熟知子鱼就裂开 拜托问一下那个老师 谢谢拜拜 那个老师 OK那个老师呢 就是我们的原意达人 这是我们的花哥 花哥哥有请 请问一下柚子怎么会自己裂开 然后还来不及吃它 它就自己爆开了 怎么回事呢花哥 小米好各位听众好 花老师好 对现在正是柚子生长的季节 我现在站在我院子里面看到 树上也是好几百例的柚子 但是我没有裂开的哦 没有裂开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柚子橘子这种是会裂开 为什么呢 通常第一是 水分太多 水分太多 尤其柚子已经长到 Full size 就是说它已经长到个头大了 它不会再长了 但是有的很多听众朋友 自动喷水了 就刚好喷得太多 喷草皮也顺便喷到 那其实柚子长到一定程度 它给它太多水以后 它里面的肉继续在长大 结果外面的皮是角质 它没有办法撑住了 它已经长到maximum最大了 所以它就会开始裂 然后你浇更多它就裂很多 那裂很多就开始 没进就进去花霉了 所以听众朋友 大部分会裂果 不管是柚子橘子 还是其他的水果素 像石榴也是一样 这种外面角质皮 皮特别厚的 甚至巴勒也会 就是够大时候水分就要减少 如果你不减少的话它就会裂 所以说听众朋友 开始看到你某一颗果子 两颗果子开始裂皮的时候 你的水量就要开始控制 甚至说一个礼拜不要浇水 两个礼拜不浇水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是 另外缺乏重要的肥料是蛋淋甲 果实是淋回特别重要 如果缺乏淋回的话 也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所以说肥料要用对 水要用适量 大概是这样 哦 淋肥的话 如果我们要到一般的这个 那个养原液的那个店去买 淋肥的英文是什么啊 淋肥 英文是P 但淋甲是NPK 所以你中间那个P 要买P比较多的 最容易就是买股粉 股粉是淋肥最多股粉 哦 崩米哦 那些Nurser都有在卖股粉 好的好的 所以去找这个股粉 相对比较起来这个 如果你把它加上去再试一下 然后水不要放太多 我们来试一试哦 哇 我觉得花哥真的是很有经验 因为像这种要浇水的这个东西 很多人都根本抓不准啊 到底要多少是叫太少 多少是叫太多哦 像你这个是水太多 居然会让它爆开 那真的是很可惜哦 像这种情况大家这个 不妨试一下 如果你家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哦 如果你家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哦 我